近來在這個我們臺灣的一些 這個新聞當中 不斷跟你談柬埔寨 柬埔寨柬埔寨 然後一大堆的詐騙 但今天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其實柬埔寨 在過去幾年當中 他一度成為是大家投資的一個認為 非常熱點 因為你覺得這個地方太自由了 他的經濟這麼樣的自由度如此高 在這個地方 感覺你只要有有勇氣 或者是你有熱情 你知道這個地方 感覺都是一個掏金的一個聖地 但是掏金之魚 沒有想到很多人也在這個地方賺黑錢 詐騙也實在是太厲害了吧 我們要請這個寬哥帶我們來看 現在大家講說柬埔寨的這個西哈努克港 大家簡稱叫西港 這裡已經變成一個詐騙的天堂了 而且他們專門找會講中文的 然後到這個地方 來變成他們詐騙的一個手腳 幫忙詐騙 那其實大家說講中文 原來是在詐騙集團當中很有優勢 先跟各位談 為什麼是要講中文 因為現在詐騙集團主詐騙就是第一個 中國的本體 臺灣 香港 馬來西亞講華文的地方 為什麼他覺得講華文的人 比較容易被受騙上當 這叫自己人台北來 聽懂嗎 自己的人最精華的地方 直接來賣掉 現在跟各位說柬埔寨為什麼會流落到這個地步 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像 但先說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沒有結束 為什麼呢 再跟各位談一次 我們連我們國內的警政署都要找警察 直接在整個國際機場舉辦職 然後請大家一定要心中有個自知之明 你在臺灣都已經混得不太好了 你憑什麼就能夠去柬埔寨 就能夠去當發牌員 就能夠日進斗金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想法 先來談一下 最近好多人都被騙 特別是在網路上最近就流行LINE 每天LINE來LINE去 結果LINE來LINE去 很多人在不知不覺之間 就被這種所謂的騙數給騙了 例如說什麼呢 招募是什麼呢 什麼人事客服 只要會打字 然後三個月還可以賺449萬 先跟各位說 有些知識 寬哥 你看這個人事客服 他說你只要會打字就可以去 就是亂騙一通 簡單的說 但是他工作性質 他有告訴你灰色產業 就撈偏門 偏門工作 簡單的說 他雖然沒有騙你 沒有騙 不然你正常人 怎麼可以去賺那麼多錢 但重點是在於 很多人還是什麼呢 絡意不絕地去 所以最近的案件就特別多 但先來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柬埔寨我去過很多次 當地的台商非常非常多 現在當地的台商也很困惑 為什麼呢 找不到商人 找不到工人 真的找不到 現在談柬埔寨 臺灣幾倍大呢 大概臺灣的五倍大左右 那柬埔寨本身 我去過很多次 最早去都是做木頭生意 因為他們的幼木非常出名 然後後來他們開放了整個經濟 特區之後 先來談 為什麼世界各國愛趣 因為柬埔寨的錢 不算錢 當地直接用美金 當地直接用美金 就等於說什麼 很簡單 沒有外匯控管 那沒有外匯控管 大家從金邊開始進去玩之後 就從金邊沿路一直開發 一直開發 但後面先跟各位說 為什麼變得掉 過去一帶一路的一個時代 柬埔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之地 但後來先跟各位說 中國黑社會崩盤 澳門黑社會崩盤 那為什麼賭場不能去 政府在防止你洗錢 所以就在金邊附近 總共有接近七十五家的賭場 這七十五家賭場的整個需要性 就水漲船高 所以當地先跟各位說 從柬埔寨一直到緬甸 一直到泰國這一帶 賭場那種特別小賭場 生意都非常非常好 那生意這麼好 就需要很多人對不對 但各位 你千萬不要想說賭場的錢容易賺 因為這當中 有所謂的正面成本 也有其他的負面成本 這當中包括了黃色情賭 本身就是當中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塊 還有毒 那很多人去撈不好之後 就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會挺而走險 然後本來柬埔寨政府 本來打的算盤很簡單 我管他的 我有稅收就好了嘛 對不對 慘了 為什麼呢 現在是人人手機 人人平板 所以九成來自網路虛擬 你根本連稅都收不到 所以當地的整個黑社會 黑道怎麼辦呢 變職 那變職完 一開始先做詐騙 詐騙完之後 開始包括了台灣人 包括馬來西亞人 在路上走一走 被抓走了 你知道為什麼被抓走嗎 為什麼 台灣少子化嘛 少子化 如果說今天你才一個孫子 一個小孩 突然間這小孩打回來 媽媽給我一百萬 這邊的人都拿石頭 一直打我 怎麼樣你輸我回去 輸不輸 輸啊 幾乎台灣人都輸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狀況 突然間柬埔在那邊的 中國澳門 香港 台灣所有的黑社會 發現 這是一塊新的一個天堂 更好賺對不對 所以居然連我們的整個檢證署都說 我們台灣這樣子一年 每年 幾千個人過去柬埔寨 回來的人都只有幾百個 那些人跑哪去 那些人哪裡去了 不知道 先跟各位說就是不知道 那台灣的黑幫 為了拓展整個詐騙的一個生意 就跟柬埔寨的詐騙集團 成為所謂的側進聯盟 結合當地的勢力 招攬華語人才 交給十多個黑幫堂口分會 然後仲介費用等等的 先跟各位說這些人都在騙誰 就在騙中國人 就在騙台灣人 就在騙香港人 就在騙馬來西亞人 就在騙這些華語 有經濟能力的人 可惡 所以他在台灣 我們來了解一下這個產業邏輯 他先告訴你 他先招募你到當地去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加入他詐騙集團 你就開始打那個電話 然後騙人 看你騙不騙得到 但是你如果沒有業績怎麼辦 還有業績目標 當然有業績目標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先跟各位說 有些人騙的是整個風生水起 之前還有人秀勞力士 開名車 整個床上全部都擺美金的 為什麼 像我們這麼老實 就騙不到人 那糟糕了 那我要怎麼辦 我就可能會被做到不好的事情 但是很多的女生會去遭遇到 很多不好的一個狀況 甚至於很多人會轉賣 現在最糟糕的是 這些黑社會集團會彼此轉賣 今天人會賣來賣去賣來賣去 所以現在最慘的狀況 是很多人已經交了贖金了 但他們家的小孩在哪邊呢 他們還是完全都不知道 再跟各位說一次 如果有人今天要招攬你 幫你出機票給你訂金 然後再給你一筆錢 要你出國去上班 他現在不敢說柬埔寨了 也不敢說緬甸的 通通換說要去泰國 先跟各位說 這個通通是綁在一起的 後面去下場會非常淒慘 再次見 再次見